筆記拿出來上課啦 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要可以為你們帶在一起有關鞋子方面的特輯報導 那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這雙鞋子呢 絕對相信是你們這些hypebeast 還有你們這些潮流連是最喜歡的其中一個鞋款喔 那其實說到這雙鞋子在過去2015年當它發行的時候 真的是改變了整個鞋子有沒有 鞋界的這種設計還有這種文化 還有轉移收藏鞋子這些收藏家的注意力喔 相信老師剛剛跟你們講那麼多 你們應該知道老師今天要介紹哪一雙鞋子 沒錯也就是今年喔 2017年在1月17號發行的這一雙 Adidas NMD R1 PK版的OG Retro復刻 什麼老師這雙鞋子不是在不久之前才發行嗎 為什麼直接用OG的名稱對不對 因為其實這個配色 這雙鞋子的設計是所有NMD系列的第一雙發行 也就是說在所有NMD當中 這個NMD系列鞋款當中 這雙鞋子是所有第一個發行的配色跟設計 就是因為這樣子它才有這個NMD R1 PKOG的這種稱號喔 那說真的其實這雙鞋子呢 在當年發行的時候老師一點感覺也都沒有 只看到一堆這種潮流界的藝人都會將它穿在腳上登丘喔 不過當老師後來就是有研究一下說 這個NMD這雙鞋子是採用哪一些設計 還有說它背後的這種有沒有設計的靈感來源跟歷史 我就覺得其實這也蠻有故事的 所以老師呢在一些機緣當下呢 就有辦法入手一些NMD的鞋款 那這雙鞋子有沒有看錯 老師什麼 你不是穿10號半 為什麼這雙鞋子你穿9號呢 因為其實PrimeNet的材質喔 尤其是今年17年復刻這雙鞋子的尺寸 Somehow它的這個有沒有尺寸做得好像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呢 像老師這樣10號半的腳型啊 穿在這個9號的這個尺寸當中 還好像感覺蠻舒服的 非常的合適喔 所以老師非常推薦你要嘛就是穿小1號 要嘛穿小1號半都沒有問題 不過今天呢 拿到這雙鞋子 老師先必須感謝友人 來自加州的友人 這個Alex對不對 有沒有我們這個常常是做這個人在 比如說人在加州人在拉斯維加斯都有 有沒有feature到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Alex呢 班農老師擔任我這個攝影師 所以呢相信你們對這個名稱 應該不陌生 Alex再次的感謝 他除了送老師鞋子以外 還送我兩個小禮品 真的是太感動了 You know 我們現在就來把這個鞋盒打開來看一下 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的這一雙 Adidas Nmd R1 PK OG 2017年的復刻鞋款 來我們打開 一樣有一個這種 Nmd白色 All throughout 上面有寫著這個 Adidas Original的這種印製 好啦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這雙鞋子 沒錯也就是呢過去在2015年第一雙Nmd R1 PK版的配色 我們現在就把它從這個鞋盒拿出來看一下 好啦是不是看到這個配色你們這些hype beast有沒有 還有這些潮流人士喔 只追求這個潮流人士草鞋人士看到這種是馬上眼睛一亮對不對 因為這顏色其實說真的好像越看越順眼喔 那如果你們在老師上一集做這個R1 PK版的這個Tricolor配色 你們都知道其實黑紅藍這個是Adidas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這種Original的顏色喔 好啦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Upper 一樣是採用這種Prime Net的材質有沒有 這也就是Adidas他們自己獨家的這種有沒有 編織伸縮這個布質 說真的這個它的彈性非常的好 擴張性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呢你如果呢 像這雙鞋子是9號 那老師平常穿10號半的鞋子 所以我塞下去感覺其實還蠻舒服的 根本就不會覺得很緊喔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上身就是全黑 加上消光黑的這個三線Logo 還有呢包括它的這個有沒有 連這個有沒有鞋跟的部分呢 這個Cup也是用這種全黑 消光黑的這種設計喔 那你看這個鞋跟環的地方 一個非常經典的這種NMD的設計 也就是呢它上面就寫著不同語言的 The Brand of Three Stripes 也就是說呢來自三條線的這個品牌 那其實講到NMD一個非常獨特的設計 也就是在它中底這邊的兩個板塊有沒有 這個兩個板塊 如果你們之前有在注意老師 在第一次講到NMD的鞋管當中呢 我就有跟你們提到 其實這個設計是來自過去 他們愛迪達一個非常經典 三個非常經典的鞋管 也就是這個什麼Micro Pacer Boston Super還有這個 The Rising Star對不對 NMD呢就是採用 那三雙鞋子的這種設計靈感來源 如果你們有上網去查一下這個NMD 它的鞋子的結構的話 其實這個是真正的一個板塊是插進去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可以住這個有沒有鞋子的這個彈性 有住這個鞋子的彈性 所以它這個地方不只是一個美觀的設計 它也算是有它的功能 那中底的部分當然啊 就是採用現在Adidas最火紅的科技 也就是Boost中底的科技 那說真的如果要把這邊的這個中底 這個Boost的中底拿來跟Adidas的Ultro Boost比的話呢 其實這個不知道為什麼一樣的材質 可是Ultro Boost就是穿起來比較舒適 Adidas NMD反而穿起來感覺好像沒有這麼的舒服喔 再來我們看到鞋頭的部分 鞋頭一樣全黑 那再加上這種很像熱燙印的這種紋路 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這個有沒有 R1 NMD R1的這個設計 再來這個鞋帶是用這種有沒有 黑色的鞋帶 其實看起來還蠻酷的 那我們看一下鞋底的部分 鞋底一樣給你全黑 加上這種有沒有蜂巢式的這種洞口 可以看到這個BOOST鞋底BOOST的這種有沒有細節 那其實這種蜂窩洞口的設計呢 講到這個鞋子的裡面有沒有 內襯內裡裡面呢 也是用這種同樣的設計去對稱 As you can see 這邊有個BOOST 然後裡面也是用這種蜂巢式 蜂巢格的這種有沒有 設計直接弄上去 那我不知道這個擁有AMD的朋友 你們穿這雙鞋子的感覺怎麼樣 可是當老師每次穿這雙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有沒有角螺的部分 腳跟啦 腳跟的部分也就是這個腳底 腳跟底的部分呢 會覺得好像有點摩擦 不知道是因為我的襪子的問題還怎樣 可是我也有穿不同的襪子 拆起來就感覺怪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有沒有 蜂巢網的這種設計 讓這個摩擦增加 感覺我這個腳跟有時候 還不是很舒服 Anyway這雙鞋子整體來講 不管是設計 還有它的這個舒適度 都算是在這個中高以上 所以老師覺得也蠻酷的啦 好啦再來講到為什麼這雙鞋子 在這麼短的期間 再次的這個發售 再次的副歌 其實有這個謠言說 Adidas其實近期都非常的注意 所有這個收集鞋子的 這些人的這種有沒有心聲 也就是說他們會去做調查 然後會去真正的聆聽 這些收藏的鞋子 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那其實說真的 與其比起這個Nike 或者是這個有沒有 Jordan Brand來說呢 這個Adidas他們針對 有沒有他們這些收藏家的 提出的意見 他們相對做的反應非常非常的快 也就是說當年我記得 大家都很喜歡Ultro Boost 可是也有人說 其實Ultro Boost 你也可以把它做一個Uncage版的 也就是說沒有旁邊這個板塊有沒有 那麼Adidas在短短的幾個月當中 這一年內當中馬上就做改進了 然後就馬上發行一個 就是Uncage版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靠Adidas近期 為什麼會這麼火紅 絕對有它的理由 因為它不只非常的快的去反應 針對這些有沒有收藏家 還有這個消費者的反應 去做這個回應做得非常快以外 它發行這個新的設計的 這個手腳也非常非常快 所以難怪現在這麼火紅 我就跟你說 那麼好啦 其實這雙鞋子在2015年的時候 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不只被這些潮流界的藝人穿的 讓這雙鞋子真的是漲到亂七八糟 而且當時我們也不太清楚說 AMD再來的設計 會怎麼講 就是延伸出哪幾種鞋款 我記得當年 AMD這一雙 尤其是這一雙 這個配色 當年它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從 我們美國這邊 從700塊800塊 然後一直漲到直接1000塊上去了 那麼謠言是說 愛迪達為了針對這種在售吵架的這種市場 直接再次把它復刻 去打擊過去這個2015年 這些在售商所訂的價錢 那說真的也蠻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我聽說台灣其實量非常非常的多 回到現在這雙鞋子的這個在售價 當然其實它的在售價 也沒有像過去那2015年這麼的誇張 2015年的這雙鞋子 可以直接漲到1000塊對不對 不過現在呢 這個2017年的復刻版本 我現在看一下這個在售價的市場 大約是在這個280塊到320塊 至50塊左右的價位 所以其實如果今天 你真的很喜歡這雙鞋子 又有一點多的預算呢 我覺得這個價位其實不會太誇張 還是在老師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好啦 那既然我們今天 講到這麼火紅的鞋子 我們必須要 Give credit Pay a tribute to 這一個設計這雙鞋子的人胸對不對 其實設計這雙鞋子的這位人士呢 他就是來自Adidas Brand Original的 這個Global Design的VP 也就是他是這個全球Original品牌當下的設計副總監 那這位人兄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這個Nick Galway 那麼由他雙手設計出來的鞋款 包括Easy對不對 Easy這個鞋款也是他設計出來 還有這個Pure Boost Quasa Racer 然後比較平民版的這個休閒鞋 就是Tuber都是由他設計出來的 好啦 總之呢 希望今天老師跟你介紹的這些資訊呢 你會對這雙鞋子有更多的了解 不要下次人家說 欸 你這麼喜歡這雙鞋子 那你是在喜歡什麼 結果你什麼都講不出來 就說 喔 因為那個誰有在穿啊 所以我就學他穿啊 哇靠 如果你的回答是這樣 絕對不要跟人家說 我是看你老師的這個 有沒有頻道才去玩鞋子 這樣我會被笑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同學們 好啦 那今天這雙鞋子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實佐 好啦 現在老師穿的這雙鞋子 就是2017年 Didus Nmdr1 PK版OG 再次復刻的這個Restock Retro的這個鞋款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側面 正面 另外一邊側面 另外一邊側面 鞋跟 鞋跟 鞋底 再次強調 這雙鞋子我覺得它的做工有點偏大 就是說呢 如果你買到一雙就是小一號 或小一號半 其實穿起來都還蠻舒服的 因為尤其像老師這種 有沒有腳型比較寬版的 這一種 Size 我穿這雙 感覺真的很舒服 就算穿的這個 有沒有九號的這個尺寸 我也覺得 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啦 這就是這雙鞋子的 十佐 再次強調 老師今天穿的這個褲子 是來自 這個510 Levi's 講到牛仔褲 老師只穿 Levi's 對不對 對 這是510的 這一種版型 所以穿起來是 還蠻可以的 蠻好看的 好啦 Tell me what you think man 再次感謝大家今天準時收看 老師的球鞋介紹影片 記得幫老師的影片按讚 分享並留言做補充 這是看你老師 下次見 拜拜